其实回顾到一开始你说 今天这个房子 实际评书20出头 然后三房两厅的格局 但坐我这个角度看 我觉得这个空间感 有大概是30 35平方的效果 是 在这个客厅的空间 我故意把闭面全部都放空了 把一些重点全部都回归到家去 以这个电视柜的这个台面来讲 它事实上我们全用的这样子 一个原木的材质 它跟屋主的故乡有点连接 所以说这个因为它现在在纽约 它到时候回来的话 看到这个东西 它就会有一些 跟以前的小时候的记忆有关系 那一整个延续过来的话 这个卧榻 其实事实上也是幸福小笔记里面 注明一定的 必要的 ok 那这卧榻延伸过来呢 在这个角度的地方 我们就有一个玻璃的展示柜 也是我们的幸福小笔记里面 一定要 一定要的 空间当中好像你摆的这个 是最棒的位置了 没有地方可以摆了 因为这个地方它刚好是最明亮 然后也是从玄关进来以后的 一个视觉的一个焦点 是这样子 那免不了 我们的卧榻下面 也要很强的收纳 以及这个所谓滑动的一个小桌子 ok 好 所以今天呢 到目前为止 公共空间 我们已经看到 屋主许多幸福小笔记上的需求了 幸福小笔记上的需求 不是仅此于此哦 接下来我们带你去看房间 房间呢 才是集我们幸福小笔记之大群